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朝已经稳定发展了一百多年 经济基础很好 只差一个好皇帝就能开创盛世 有点激动 感觉盛世美食文化也能前进一大步 盛世的标准配置 好皇帝 好大臣 姚崇宋景两位宰相前后执政十几年 宋景之后 唐玄宗任用的宰相虽然除了晚年的李林府杨国忠等人以外 其他宰相大部分都很称职 唐朝在明君贤臣的治理下 要达到了圣唐的巅峰 一夕开元全圣日 小翼游藏万家世 稻米流之 素米白 公司苍林 聚与风时 我还以为你要举例子 怎么还背上古诗了 这是杜甫的诗歌 易熙 在回忆圣唐的美好 诗歌写道 想当年开元盛世的时候 小城市就有万家人口 根据一些史料记载 唐玄宗统治期间 官方留下的数据 754年 全国人口大概有5288万 但那个时候统计人数还没有那么准 有的版本说在7400万到8000万之间 也有的版本说6300万 人口多能打仗 能种田的人就会多 国家就会强大 小Q说对了 以种田为主的农业经济时代 人口是核心 当时全世界总人口估计也就两亿左右 我们唐朝就占了三分之一 杜甫回忆 那个时候 农业丰收 粮食储备充足 储藏粮库的仓库都装得满满的 当时全国耕地面积 换算成金钱 有6.6亿亩 听着很大 但是具体有多大呢 我们按足球场去对比 一个长90米 宽45米的足球场 这样的一个足球场呢 约等于6亩地 唐朝的耕地呢 是6.6亿亩 就相当于这样的足球场 有1亿1000万个 1亿1000万个 我的想象力有点不够了 太大了 那时候我们的首都长安 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是同时期东罗马首都拜占庭的七倍 长安城常住人口超过100万 那个时候 长安就是世界的核心 和唐朝交往的国家达200多个 东罗马帝国派遣使臣到长安七次 阿拉伯帝国36次派出使节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到了长安 那长安城好吃的一定特别多 吃的先不说 酒就很多 粮食充足 百姓有多余的粮食才能酿酒 所以圣唐非常流行饮酒 最明显的体现就在唐诗 唐诗中描写饮酒的特别多 几乎是无酒不成师 那可我有一个问题 这么强盛的时期 就是因为好皇帝和好大臣吗 气候也帮了唐玄宗 在古代气候的变化 是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 小Q你还记得当年匈奴的入侵吗 我想起来了 气候寒冷 他们就会来入侵中原 开元盛世 正处于气候温暖期 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有吃有喝 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打你唐朝 所以几乎没有大规模的战争 同时国家也非常适合粮食的种植 小Q你吃过荔枝吗 作为一个这么爱吃的学生 必须肯定吃过 并且很爱吃 那荔枝是北方的水果 还是南方的水果 虽然全国超市都能买到荔枝 但我知道荔枝的产地主要在南方 尤其是广东 杨贵妃当年特别爱吃荔枝 唐玄宗就派人骑快马送来 如果杨贵妃吃的是广东的荔枝 以唐代的交通条件 就算从广东快马家边不停地送往长安 荔枝也不新鲜了吧 难道你要讲的是保鲜技术 比如冷冻速孕 我要说的是气候问题 有专家结合唐朝气候分析过 杨贵妃的荔枝很可能是从重庆运过来的 是不是说那个时候气候温暖 重庆都可以种荔枝 是的 从古至今 气候是一直变化的 唐代史长江上游地区的气温 比我们现在高 成都重庆等地区都有荔枝 也很好吃 但是到了唐代晚期 气候开始变冷 到了南宋 十分寒冷 成都重庆就不种植荔枝了 气候对粮食的影响非常大吗 气候变冷 粮食就会减产 那就意味着大量的老百姓会受到饥饿 老百姓没有饭吃的时候 人口就会四处流动 寻找活路 历史上叫流民 流民往往会带来农民起义 同时气候变冷时 还会有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 唐玄宗太幸运了 好皇帝 好大臣 好气候 开元盛世带来的 还有文化的繁荣 这段时期 诗歌的发展极为鼎盛 产生了非常多的伟大诗人 李白 杜甫 王维 孟昊然 王之焕 王昌龄 高士 陈申 太多太多的著名诗人 诞生于圣堂时期 其中有一位 久入豪肠 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三分 笑成剑气 袖口一吐 就半个圣堂 是谁呢 我们下集见